大家好,这几节目讲的就是 有很多话有说这个金鱼钓篮刚买回来之后 能不能给它马上换盘之后换这个盘土 针对这一点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刚买回来的这个金鱼钓篮千万不要急着给它换盘 特别是这个夏季这个光照这个温度是比较的强的 最好就是买回来之后大概让它吸引完苗 吸引一段时间大概有五天左右的时间之后 再给它换盘是比较好的 买回来就不要给它放到光照比较强的地方给它生长 就是给它放到一些散射光的地方让它生长是比较好的 最好适当的有条件的话给它遮一下光 就是散射光这样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同时在给它换盘之后 这个圆咬的土球不要给它弃掉 就是换一个大一点的花盘 给它在旁边加一些菊料就是毒氧给它摘种 不要给它把这些圆咬的土球 土芽给它去掉 这样生长是比较好的 有很多花盘不懂就是把这个圆咬的土球给它去掉 这样是很难生长的 特别是夏季一定要记住 就是等它过一段时间再给它换盘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可以私信或者是留言问我 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 强出更好的金鱼吊栏 好了下期再见